第四十五集 歡迎回到第四十五集的《神神秘秘》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這一集的主題是講做自己 非常之好 很喜歡這一集的題目 你有覺得你做自己嗎 分開兩個階段來說 我覺得以前很乖很小 那個不是我自己來的 好 不是 我以為我很享受 我以為我很成功 我以為爸爸媽媽很疼我 那就是自己 其實我覺得不是 你覺得你幾歲才做自己呢 我覺得我幾歲 我覺得我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才做自己 脫離父母的 我一向都和爸爸媽媽一起住 直到我入大學 自己生活 就住篤地了 住宿舍 玩到天分地暗的時候 我才開始發覺 文書康宇宿舍很好玩 絕對 是 好玩到不得了 我除了住康宇宿舍之外 也自己租屋住 哦 而在那段時間我才發覺 咦 為何我喜歡的東西和我以前在家 我應該做的東西 那麼不同 當你第一次感到自由的時候 覺得怎樣 爹地媽媽聽到沒有生氣 我第一次自己離開家自己住的時候 我很肯定我會給自己聽 我不會再發覺 是因爲 我原來 爸爸媽媽給了很多我不想要的東西 例如 我很喜歡穿背心 我知道我和媽媽住的時候 從來沒穿過 沒穿過 穿背心是不對的 在家裡有 在家裡會被妹妹罵 不是 去街 我記得 我穿背心是不可以外出的 一定要有外套的 好 所以搬得出來住就亂來 是的 我想告訴你 我是一個 小私人 我很喜歡穿很性感的內衣的人 這件事就是 直到我結婚 我媽媽在我家裡住 她看著我一條 她說 這條是內褲 你明白嗎 我明白 即是 那個不是我 那條T屁才是我的內褲 好的 我比較幸運 因為我媽媽不識智 所以我覺得我小時候 她是兩面 我又很可以做自己 但我媽媽是差不多接近狂躁症 她發點瘋 因為她還要是獅子座 她完全是在家裡不民主 絕對 她覺得是這樣就是這樣 但某些層面 我可以做自己 例如我小時候 我深色科學 我想說是公司 學校打針 預防針 全班只有我一個 不願意 永遠都是不願意 因為你可以不用拿給媽媽簽名 是我自己簽名 我扮開媽媽簽名 我媽簽名很容易簽 她不懂得自己的簽名 即是畫符 然後我是很怕針 所以我從小到大 都沒有打過任何預防針 所以可能我對西醫 是我從很小到很小的開始 加上我家裡嚴重地 更是男輕女 我媽媽會放了很多 在我弟弟身上 所以你便可以 從媽媽的看法 其實我的功課 是沒有人來的 好也不會有人稱讚 不好有鬧 但她也不知道我差些甚麼 我選擇甚麼科 小學六年級我選擇 我自己選擇 我小時候也自己選擇 我爸爸也有空間給我自己選擇 那張很大張紙 就是全港的學校 填了三十多間 不是三十多間 我們當時是 我是最後一屆星中士 你還有星中士 你可所以言之 我是最後一屆星中士 然後我們是全港學校 是一張很大張的紙 你便去選擇 那些學校 我自己選擇 其實甚麼都不懂 我自己選擇 然後 還好笑 我當時住深水埗 派了一間學校 在西營盤 對呀 我很奇怪 為何你去西營盤上學 原來就是這樣 不是 因為當時 其中一個 如果家學校是可以的 可以離開我的居住網 都可以的 即是你選擇了這個選擇 選擇了這個選擇 然後就是我在深水埗 那時深水埗是由船 去西營盤的 對呀 即是很久以前的歷史 後來是打風打爛 爛了碼頭 那時便發達了 哇 三十多間 我從此都知道 我是不會有見家長這件事的 因為我媽媽是一定不會去的 我媽媽當時是做小販的 所以她就是不可能會見家長 見到家長就沒有空 要賺錢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小學時見家長太多了 所以 終於就是 脫離了見家長這件事 但是 同時 我在家裡是完全 很屈的 因為她嚴重 做男輕女的話 很多事我是沒有理由說的 總之就是 你是不好的 弟弟是好的 你是不對的 這樣 所以 對於我 我覺得我有沒有做自己的 因為我覺得我骨子裡是叛逆的 好的 是的 所以 基本上我 有毛有逆之後 怎樣才叫有毛有逆 我想我中學開始 我穿著一件校服 我是天黑才回家 我之後出門後 我在外面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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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也是六七點而已 不是夜深 有時八點九點 有時十點 有時我會在同學家裡 你都不願意在家裡 我很幸運 當時有個同學 就是她的家裡是 自由到我可以留在那裡 很久都可以 差不多像我另一個家裡 然後就會在朋友家裡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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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因為我父母也不太理會我 但我不知道這是幸運還是不幸 所以 我長大了之後 我對於別人插手我的人生 是很抗拒的 好的 這可能是自小去處理自己很多事情的原因 我剛才有些事情想起 其實我小時候 在我讀中學階段 其實我也做很多我很想做的事情 嗯 其實應該坦白說 是我在做很多我以為自己很想做的事情 嗯 因為我 反觀回現在 我想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很困難的 嗯 最好 甚麼都不用做 哈哈 但我小時候不是 我小時候又去行山 又去做這些 又去做這些 那時候 因為我覺得 我要表現得自己很厲害 我才會受歡迎 好的 我以為我要表現得自己很厲害 才有人疼我 有人喜歡我 上一集 當我們講到教育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 我們都不以為去滿足其他人 或者去達到別人的標準 是一個正確的模式和行為 對 如果這件事自動幫 我就會不斷去追 而且真的在扭曲自己 雖然我家裡不是管得很嚴 但我經常都不在家裡 但是 我也進入了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我很需要朋友 嗯 變成我不斷地去 要朋友去接納我 我仍然去了另一件事 就是不斷去滿足朋友 即發了另一邊 不斷去拜託我身邊的朋友 或者想跟他們斜著 所以我仍然是做不到我自己的 或者是很 譬如我那時候 簽了一班玩的朋友 我就會玩得很瘋 讀書的朋友 我可能那段時間 我會去讀書的 或者另外一班朋友 是 那時候我們是去派對的 我就會跟他們去派對 那班朋友如果是吸煙的 可能我也會去吸煙 那一刻雖然你這麼自由自在 但是其實你也沒有掌握到自己的 我一不斷地都不是 都在符合別人的事情 嗯 這個當然是 要追下去的 也是很小時候 那個我沒有生出來 我一直都在強調這個題目 那個我 我自己沒有生出來 可能你的我也是沒有生出來 絕對是 但是就是演化出來的行為 那個行為會很不一樣 就會很扭曲了 是的 而很多人會用了一生的時間 去滿足其他人 或者我們很努力地 有些人就會很小時候 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 就是不要令到別人失望 不要令到父母失望 師長失望 或者我們不斷去達到那個 不要說很出現 不要說很傑出 但是我們要遇到那個標準 例如要升級 嗯 然後呢 否則你就要有一些後果要承擔 不斷去追著這些指標 就是不斷去 你不令到人失望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符合別人的指標 但是你不斷地令自己失望 扭曲自己 其中一個就是 久而久之你就沒有辦法接受到自己 令人失望 絕對是 然後呢 真的不行 你想想想 你令到養你的媽媽失望 你多大罪 所以呢 而當你一個人去努力去滿足別人的時候 你也都 你的我更加萎縮 嗯 剛剛呢 我們一直在說我的時候 我突然間有些事想拉回頭 嗯 其實原來小朋友 我們上次講教育 講做自己 其實原來小朋友三歲開始 他們的我已經第一次出來了 譬如小時候 你的寶寶會跟他說 媽媽寶寶想去街街 孩子不是稱自己為我 而其實到了他約三歲左右 他就告訴你 我不喜歡 我不洗澡 我 全部都是我的 其實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很清楚 小朋友這個我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是啊 比如 孩子跟你說 媽媽 我今天要喝奶奶加奧華甜 那我們怎樣做呢 你會順應他 還是怎樣呢 混合在一起都不行 可以不簡單 加阿華田開給他喝 其實有時這個我出來的時候 我們身為父母是加以制止 其實這個譬如你會說不行 其實有時我也會有衝擊 因為你覺得這個時候跟你說對 這個時候你可以喝奶 有些媽媽會這樣 媽媽有媽媽的打算 你不要搞亂我的次序 你不要搞亂我自己的組織 譬如有些小朋友 很簡單 我去新加坡回來 我買了一個芥芽 芥芽的醬 芥芽很好吃 但真的跟我說媽媽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吃 在這個時候 你會否尊重你的小朋友的選擇 那就不要吃 對 但這件事真的不容易做到 還有另一個弊病 就是當你所有事情 以滿足別人為出發點的時候 你是一定註定失敗 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你永遠有些人 你是滿足不到的 絕對是 你滿足到這個指標的時候 你一定有另一個指標 你又滿足不到 因為每一個人 可以祝福所有人 可以取悅所有人 絕對是 所以不斷地以滿足別人為指標的時候 你最後得到的 就是有很多挫敗感 或者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 是的 那天我聽許醫生說 他說有一個人 為何生活得那麼辛苦呢 他說 有全世界的人都喜歡我 其實 只是這句說話已經很臭不吵 我怎樣做到全世界都喜歡我呢 許醫生說 其實你可否放低 全世界只有一個人喜歡你 你已經很開心呢 對 那個人就是你自己 然後當你符合不到某些人 你一定得到這些挫敗感 最累積的時候 你不斷就會累積你的自責 嗯 最後得到那句說話就是 I am not good enough 我永遠都不夠好 而這件事帶來的當然是壓力 痛苦 沮喪 委屈 抑壓等所有的行為 就隨之而出現了 所以 我有一句說話 我那次也是在做研究的時候 在許醫生的講座裏面 我找到的 他說 我們要學習 歡天喜地地做自己 還有 慶祝自己是自己 非常好 是的 真的 你想一下 你現在人生 或者今天 在這個時刻 在聽節目的你 或者在你現在生活中 這個你 是不是真正的你自己 嗯 你自己去回答這個問題 你現在生活的你 是不是在做你 你只是做一個 很好的員工 很好的爸爸 別人的兒子 別人的朋友 或者之而此類 一個合適的人 還是你是你自己 或者你好奇 你一天二十四小時 有多少個小時 是你自己的 還是躲在廁所 那個時間才是你 你一出來 已經是另一個面具 你 其實也說回 譬如說 我突然想到 一些小朋友找工作 嗯 你究竟要找一份 別人認為好的工作 還是你找一份 你自己喜歡做的工作 是的 這件事都涉及於做自己 到底你去找一份工作 那時候 你的選擇 第一件事 你先擺什麼 這份工作有前途 所以別人就不會笑我 小時候 大家都跟我說 你的成績 你應該讀醫 你應該讀法 你將來會賺很多錢 我幸好我那時候沒有聽 但你現在的餐廳是你自己選擇的 嘩 也挺喜歡的 你真的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我小時候 我經常打球 我經常游泳 我經常游泳 我做很多運動 但我解決不了我肥胖的問題 我解決不了我暗瘡 我便秘的問題 很多這些問題 但直到有一天 我有機會接觸這些營養 我發覺 原來就是吃多些菜 吃多些生果 喝多些水 這些問題已經可以解決了 因為我不懂得營養 我便在想 如果我將來可以做成功的營養師 我便可以把這些健康信息 告訴身邊的人 我想問你 成功的營養師 是否可以做自己 我現在便在做自己 話雖說回頭 但其實在每一個行業 都有它的遊戲規則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個 開心自己的營養師 有某些事情 你是妥協不了的 那你就要選擇了 究竟你要做別人 心目中成功的營養師 還是你要做自己 因為其實 許醫生 我們的老師 在他集醫的期間 其實他剛出來醫科學院畢業的時候 他推廣身心靈 在醫學上來說是大逆不道的 離經半導 是大逆不道的 因為他是不贊成用藥物 又或者他推廣身心靈 又或者他醫學很多問題 是解決不了 絕對 但是到最後他都離開了醫院 他現在有自己的診所 心靈診所 到最後都是做自己 他還說了一句話 他抄下 他說 滿足自己 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但是如果在這個人 許醫生這個人的身上去看這件事 或者在我們認識的商品老師 是完全應用的 當一個人去做自己的時候 你會發揮到你最大的力量 是的 當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的時候 你是散發最多 你會發揮到最多開心的事 給這個世界 或者我有時做這麼多討論 我覺得很多人在工作上遇到不同的問題 但是我真的衷心地說 做事是做不死人的 如果那份事你是喜歡做的話 你是不會覺得累的 絕對是 但是你做一份不喜歡的工作 不愉快的工作 你真是道日如年 我想告訴你 我在病房工作的時候 無論我多睏 無論我多累 我不覺得很淒涼 我不覺得 辛苦得很開心 但是你不會覺得自己很淒涼 而這件事 我就知道 我在做一些自己很想做的事 是的 其實在我 我自己創業的時候 剛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是七天工作 三十五天 其實只有一天休息 但是我真的很能力 很充滿著 每一天我都做一個開心的事 是的 所以其實我 當然我也有教書 所以我有時經常會跟學生說 我說 很多人會教你 去找一份賺得最多錢的工作 但是 我不知道 老師教你這幾十個小時 對你影響你有多少 但是我有一句說 我很想你記住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 你喜歡做的事 你是不用退休的 為什麼那些人要退休 因為他在做一份他不喜歡做的事 他是很困難的 就像我現在這樣 我做營養師做得這麼開心 我教書也這麼開心 然後那些學生就問 老師 你現在在教書 不是在上高嗎 我說不是 我做得很開心 如果我教書教得這麼開心 我做營養師做得這麼開心 我做媽媽做得這麼開心 我為什麼要放假 我為什麼要退休 是啊 是啊 有一次就是 有一個朋友說 一個比喻給我聽 那個人就是一個工作狂 他真的工作狂很厲害 我說你賺到錢 你也要有命響 他真的工作狂到正 沒有了就業 他說 這當然是價值觀的問題 他說一個足球員 和一個電腦程式員 對一個電腦程式員來說 踢足球是一個消遣 對一個足球員來說 玩電腦是一個消遣 哪一件事是娛樂 哪一件事是工作 是啊 看你的心態是什麼 是啊 當你享受那件事 那件事是製造資金給你的話 那件事就是你喜歡做的事 嗯 是啊 很多人叫私朋友彈琴 和我小時候畫畫 我畫畫做很多奴作 挑剋 陶瓷 我都被學校保持 因為他要用來做展覽 或者用來做開放假日 然後我很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叫畫畫的老師 跟我說了一句話 也挺影響我 我不知道是正面或是正面的影響 他說我很喜歡畫畫 他說你以後有沒有想過 他問我設計吧 或者所有跟畫畫有關的東西 畫畫畫 他說你別這麼傻 他說如果這件事是你的興趣 你會享受 但如果每天你要賣到一幅畫 你才賺錢的話 這就是一個悲哀 但我覺得他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套到我 絕對是 我說回我的故事給大家聽 我小時候就是 我的藝術是全方頭一兩名的學生 類似的畫畫畫 然後有獎學金給你 我是獨立的 我很喜歡畫畫 我畫畫是可以 完全不知道時間 不知道累的 但最後我考會考 我沒有收到藝術的 是呀 為甚麼呢 因為我發覺我太會想 而真的不應該這麼會想 我就想 我這麼喜歡藝術 將來如果我要藝術來賺錢 我要去扼殺我的自己意願 去為求賺錢 我知道我一定會很不開心 所以我沒有去學 我也很欣賞 有一個身心 有一個朋友的媽媽 她教她的女兒彈琴 她的女兒問回媽媽 她說為何我不用考試 為何別人彈琴 經常都要考試 然後她說 傻了 如果你要考試 你就開始不喜歡這件事 你現在喜歡彈甚麼歌 你不要管他幾個級 你想彈這個 盡量彈到他為止 嗯嗯嗯嗯嗯嗯 她真的享受 你真的感覺到 這個小女兒彈琴 是有感情在裏面的 是呀 她真的有表情 她真的有進入那首歌 而且她真的看歌詞 說些甚麼 她才去彈那首歌 甚至乎她彈一些 例如她喜歡哪個明星 她彈她一首歌 因為她說她彈了哪一部片 她喜歡彈那首歌 即是很有感情 她真的完全有她的情感 她的手擺到琴 第一下已經感覺到 是與別不同 是與別不同 所以當你真正可以做自己 你才可以叫貢獻社會 這句話我覺得是很真的 你才可以發揮到自己最大的 才可以發光 才可以感染別人 或者是感染到你自己的人生 你才會有感動 這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非常認同 這句話 但做自己其實是有代價的 做自己是有很大的勇氣 絕對需要 做自己其中一個你要付的 最大的代價 最可能的代價 就是你可能要令到其他人失望 對你有期望的人失望 但我覺得這個最大的償 就是你可以令到自己很開心 而這個過程是不容易的 其實我準備了這個主題 當時我都去看了這個題目的 例如講座或者其他 他醫生也有分享過 其實很多人對他投以寄望 就是他投寄望給他 你要治好我的病 或者是你是一個醫生 或者是你給他很多的寄望 一個承受這麼多人的寄望 他如何處理這個事情 我們一會下半集 我們再繼續這個題目 OK 繼續我們剛才的題目 剛才我們說許醫生 有很多人對他投以寄望 嗯 投以寄望的時候 他說當你真的要去做自己 又或者你真的要令到一間寄望的時候 那個過程是他自己也是痛苦的 即是也是要他經歷的 是的 因為每一個人 都會對他有不同的要求 我知道許醫生是一個 其實他不太懂得處理人際關係 因為他也不在乎 他只是對推廣蔡司有興趣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個目的 有興趣 就是要推廣蔡司 是的 但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段時間我都會 我記得有一件事 就是當年我在一間靈性中 做事 當時我剛剛接觸 新生力 和接觸蔡司 我不是很深入的了解 但當時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中心的老闆 我的老闆們有些爭論 有些爭論 有一次就是動操 好像聽你說過 他們真的打壓 在辦公室裡面動操 我簡直瘋了 因為我對所謂的修行 我不是知道很多 但是我看到一班所謂修行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我簡直擔心到 拿了手袋便離開了公司 我簡直覺得很肉酸 我真的不行 然後錄到外面 我打電話給許醫生 我說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修行的人不會這樣 是不是修行的人就會這樣 我問許醫生 會不會有一天你都會令我失望 如果是你的話 就告訴我 其實你是什麼人 我當時很有情緒 許醫生說 我當然會令你失望 因為我是人 他說 你搞清楚 你的信仰是不跟人掛勾的 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信仰 跟人掛勾 他等於某些人 等於某些人的行為 等於某些宗教領袖 那你一定會失望 你真的死得很難看 你會死得很難看 因為純粹是你自己個人 對這個 你知不知你在信什麼 你是在接受這個宗教 對生命的演繹 即是你去接受的 即是你去接受宗教 而不是去那些人 或者是不用宗教 其實其實塞斯 從來都不是宗教 他是一個信仰 或者這種人生觀 對你的生命是擴展的 令到你成長的 令到你自由的 活得精彩的 令到你覺得你的生活有意義的 但在這個過程中 每一個人都是用他的方法 去修他的行動 明白 如果你將這些人 和某些人的行為掛勾 即將這些神聖的東西 和人的行為掛勾 那便本末倒置了 許醫生很感謝他 他很真實地告訴我 我會令你失望 因為你搞清楚 這個是 事實就是這樣 所以直到我準備好這個事 我再聽到一次許醫生說 當你要做自己的時候 你要夠吉士去令到有些人失望 或者你有吉士去面對 你做自己的時候 一定有些人會對你失望 因為當一個人 決定令人失望的時候 同時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決定不令自己失望 絕對是 絕對是 我很感受到 其實是同時發生的 因為黑和白是同時出現的 陰和陽 有光明就有黑暗 當你決定對某些人要失望 令到一些人失望的時候 你其實同時拿出一個決定 就是我不要再令自己失望 其實我現在正正在這個過程裏面 是嗎 絕對是 OK 而下一步的話 再印象下去就是 當你決定要失望一個人 令到一個人失望的時候 你就開始對自己產生希望 我知道 我明白 也非常認同 在這裏的出口 就是你會解脫 你會自在 你會真是拿到真正的自由 你會真是 真是有你的力量 拿回來 嗯 是的 但是你要對你的選擇負責 絕對是 對你的選擇負責的話 那你就是自由了 好的 是的 即是 你勇敢地踏出自己的路 不如我講我最近的經歷 好 我就看你想不想說 好 即是你不想逼我說 是的 我其實 我一向都知道 我不配合這個社會的系統 即是 社會系統就是 你學業有成 你有你的專業 你配合吧 你學業有成 你有專業 但是 你就是要 賺錢 你要有一份全職的工作 你要賺錢 這樣才是 不辜負你讀了這麼多書 是的 很坦白說 最近雖然大家做這麼多節目 但 沒有什麼生日之外 是的 沒有的 譬如你說我教書 時間也不太長 你說我去 即是沒有一份正經的工作 是嗎 是的 我沒有一份正經的工作 也沒有非常穩定的收入 其實我知道身邊很多人 是對我很失望的 很斜 譬如說回我媽媽 她覺得 你讀這麼多書 你一個月可以賺到這麼多錢 為何你不去賺錢 我沒有能力去賺 為何你可以賺到很多錢的人 你不去賺錢 還有兩個壽歌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身邊甚至有些人為我 焦急 你這麼大 大家要背著 你有兩個小朋友要背 你有自己的生活 你告訴我 你現在是零收入 很焦急 身邊有些人 但很多人因為太疼我 他沒有把他的焦急 告訴我 那我就到我自己了 其實我一點也沒有擔心 我知道我繼續去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相信我需要的資源 這個宇宙一定會給我 那根據結果呢 基於結果 是有壓力的 尤其是經濟上絕對有壓力 但是 我不覺得是苦事 不苦得過我要去打 那根據我所知 你最近告訴我 你在新加坡回來 剛剛下飛機已經有幾個工作 找你了 是的 而且 如果真的作為一個朋友 我會覺得 基於結果 你未完全相信 未完全相信 是甚麼 封城 絕對 是的 因為你仍然有擔心 會有 因為你明白嗎 你的擔心還在創造 但是這一刻 我起碼知道 我沒有逼自己 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 好 你是做到你自己 但你仍然有一個最有感 有的 結果是不會騙你的 結果是最真實的 在重複你的信念 是甚麼 我自己也不斷 其實是迫你自己 不是迫的 你自己真的願意真實去看結果 你真的要真實去面對 你自己裏面的創造 即是很負責地去看 是的 你問我有沒有恐懼 腦袋說沒有 心底裏其實是有的 所以那些人對你的擔心 可能你的頭腦上 是拒絕和不接受的 是反映我自己的事 但你裏面也有一個拉斜 應該是有一個拉斜 純粹要結果去看 我完全不需要擔心 是的 那就是 這裏 再抄了另外幾句說話 就是成就自己 成為自己 嗯 當你成為自己 當你成為自己 當你人生的目的是為了 成就你自己的話 你就和你自己的內偶合一 你整個人都在合適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現在是未在合適的 在進步 是的 你在調整 但是你一定很深地去 自己裏面的 你不相信那個是甚麼 可能是一些過往經驗 當你合適的時 你是最有力量的 是最有力量的 但是 如果你不是以成就 你自己為出發點 又或者是你成為自己 你裏面還有一部份的你 是 我不是說你故意去 不做一份工作 或者做一份工作 明白 是的 如果你真的看到 原來你還有一部份的 你是覺得 我要做一份 有意義的工作 有意義的工作 是的 因為可能 貸貸也是一件 有價值的事 嗯 我不知道 這樣的話 可能你的頭髮 你覺得 我要放棄 我現在找不到一份 我想做的工作 其實不是 其實我是覺得 我正在做 我正在朝著我想做的事 方向去做 嗯 但是 未去到一個 很就手的階段 明白 至少我現在 我沒有去聽那些聲音 而我真的 譬如說 我接那個工作 我這次資料回來的工作 全部都是我自己很想做的工作 明白 而這個感覺是很爽的 是的 可能你的信念開始有法力 嗯 開始有法力 但是 當一個人和自己內在合一的時候 他就開始 有他的光芒化出來 嗯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我之前是做很多 管理的工作 嗯 管理的工作 直到我走上新生論壹路 而全新投入這個壹路的時候 我有沒有拉扯有的 嗯 因為一開始做這個工作 即使我知道現在有些家人 都覺得我 是浪費時間和敗家的 是嗎 哈哈 但以我所知 其實你現在 你已經沒有做一些公司的工作了嗎 某程度上 在管理方面還有的 但是 但是 我完全 你家人仍然這樣想 我現在是完全 我可以對我自己交代 好的 我做過的事可以對自己交代 還有 他真的沒有見過我的學生 我覺得 我做了一個差別 在這麽多年來 我真的有做過這件事 這件事我真的很加許我自己 我真的有很多不同 我在很多人的生命裏 做過那麼多功夫 然後 落過一顆種子 或者是跟他們有一個交叉點 或者是 我不要說付出那麽大事 但不過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 大家 是令到大家有成長的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就是 我這過去這麽多年做的事 你剛才說 其實你在做的事 都令到你家人對你有點失望 嗯 我想恭喜你 哈哈 因為當你很勇敢 你肯做一些 為自己的事 其實你真的會令到身邊的人失望 因為他們期望中的你 不是你自己想要過你 甚至乎是可能 我那些中學同學 或者我那些舊時的朋友 都會覺得 你做這些事 有什麽 然後 很多人認識我 只是因為 他以為我只是做塔羅牌 覺得 你可以做到何時 做到多少年 這件事是風潮性的事 到什麽時候 這件事就會不再流行 那你就怎樣 好像我沒有什麽 為將來打算 但我亦都不需要去解釋 或者是怎樣 不過 在這裏 關於做自己那裏 我突然有個很大的發現 和想分享給大家的感觸 就是 我想 對所有現在在職 你是一個老師 或者你是一個團體的帶領人 又或者你是一個 輔導的 或者是 你是一個治療師 就是 向所有人的內在的神聖致敬 請你去尊重每一個人的靈魂 雖之 我們都說過 我們相信轉世這件事 所以每一個人 甚至乎小朋友 其實他不是一張白紙 如果你有觀察小朋友的性格 以及我現在開始觀察 那些人的性格 就是我研究生命數字 其實他的性格已經是 不同的小朋友 真的有不同的行為 沒有人教他的 絕對 他並不是一張白紙 就算媽媽生小朋友 我們說到 那些衣服幾十多 都好 其實兩個人的性格 都可以很不同 所以 這個靈魂 只不過這一世 現在這一刻 在這個角色裡面 經歷他的課題 所以 並不是你高過他 或者你厲害過他 或者你怎樣 明白 你對他裡面的 我覺得 我越來越覺得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 很特別的劇本 而他的劇本 也令到我的生命豐富 我經常都覺得 在這個班房裡面 誰是付出者 誰是獲益者 其實很難分 正如父母對著小朋友 究竟是你的小朋友在教你 還是你教你的小朋友 其實 所有我們做這些工作的人 只是幫助一個人 去啟發他們裡面 神聖的自己 去找到他們自己的內偶 這個人應該是更加喜歡自己 更加肯定自己 更加愛自己 更加可以做自己 更加認識自己 更加接納自己 我不管你是一個父母也好 你是一個老師也好 你是一個團體帶領人也好 或者你是一個 在什麼工作裡面也好 如果你用這個出發 你做什麼都對的 這個人 會越來越和自己相處得舒服 散殺他的光幕 而不是令到這個人 去成為你覺得他很正的那個 其實當你是老師的話 你會很明白這句說話 說什麼 究竟你要一群 你叫他做什麼 怎樣怎樣 符合你要求的學生 的時候 這些學生是否真的在做自己 譬如我教太羅牌 我從來都不用框框去框了學生 上過我課堂的人就知道 我沒有任何框框給他 有些人說你要左手還是右手抽牌 我說你喜歡 甚至乎有很多規矩 我是不是很誇張的 我是不是要褲牌陪著我睡 是不是褲牌不讓人碰 有些人是這樣的 等於我們帶很多水晶的朋友 有些人說水晶又不能被人碰 這樣那樣 然後這些所有的東西 我完全不用這些框框 他們只不過是學一件工具 令到他的生命更加豐盛 更加好的 還有這個人是來他的本性 接納他的本性之後 他來他的本性是越近的 不是越遠的 你不要要他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才算是 甚至乎我會教學生 例如看太羅牌 明白 有些人看太羅牌 就是要別人怎樣做 即是你把你的價值觀 或者叫別人轉工 或者分手 或者繼續 你憑甚麼說這句話 你是哪位 我有一個學生畢業 他回來分享 我經常拿出來教學生 那個人的分享我覺得很棒 其實他說他覺得看太羅牌是甚麼 我要做一個燈塔 我不要做一個領航員 領航員就是你走那邊就對 那邊就不對 他已經有自己的藍圖在裏面 有他的正確和錯在裏面 但燈塔就是我只照給你看得清楚些 周圍究竟是甚麼 再清楚些 不清楚再清楚些 我永遠都在 我永遠都可以幫你看得清楚些 但你自己用你的力量去找到你自己的路 或者用你自己的路去走 是的 這件事是應用家長和老師的 他自己用他的力量去走出那條路 他將來就會用他的力量去走出人生的路 很感動 很感動 去令人失望 我不是你特意做一個離經叛道 或者甚麼都說不的人 或者不是做一個擺明唱反調的人 我覺得不是 是的 不是這件事 而是當你真的要發覺 當你碰到的東西和你的價值觀違背的時候 你夠不夠吉使 或者你有沒有這個承擔 或者有沒有勇氣去走你自己覺得對的路 走你自己想走的路 是的 因為有時 譬如說我的頭腦覺得對 未必是你想做的那件事 是的 你覺得對的 你和你的心不違背那條路 譬如我曾經做過一些決定 我覺得我的腦告訴我 我應該這樣做 但做完這個決定 我是不開心的 即是在告訴你 你不是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而當我 是甚麼事 我可以解釋 是感情上的事 絕對是 譬如感情上的事 譬如剛好 我遇到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人很值得托付終身 這個人很可以依靠的人 那你的腦告訴你他可以依靠 但你的心是否100%對著這個人 還是你遇到一個人 他是不可以依靠 或者沒有那麼極端 但你的心很想和他在一起 那你會做哪件事 那麼有趣 在感情中 你是絕對知道你的心的感覺 即是我的經驗 你絕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他 那當A又喜歡B又喜歡的時候 你便會看到這個差別 你自己心裏知道自己喜歡誰 我知道 是的 但譬如說很多人 當你心裏知道自己喜歡誰 但有很多外在環境因素 你便會去計算 你的腦袋便會去分析 但當你發覺 根據周圍的環境 分析完 是應該這樣做的時候 但你發覺你的心裏做完這件事 不是100%很開心的時候 相信自己的心裏更重要 好的 好了 你覺得你兩個小朋友 現在到目前為止 是否在做自己呢 很矛盾 真的很矛盾 當你要完全容許小朋友去做自己 所以我們一說很多話 好像很美麗 是 但其實很難做 要用勇氣去應付他 很難做 所以我只是很努力地做我可以做到的事 例如你兒子告訴你 我今晚要通宵不睡覺 你怎樣 你讓他不睡覺 還是怎樣 我會讓他不睡覺 我其實都是一半一半的 所以有時 聽我們的節目理論上 好像很多事情都很簡單容易做 但到我實際做的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我這樣看 我真的沒有這個經驗 我按照我的行程 你可能錯過了你的午餐 或者錯過了和什麼玩的機會 錯過了 因為你下次的時候 你還會不會晚上不睡覺 這就是那個因素 我不會因為這樣 但其實牽涉很大的 例如小朋友 你說我們追蹤 完全容許他做 他想做的事情 他吃硬的時候不吃硬 一會兒肚餓 你給他吃嗎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都有一個特定的規定和規定 而不是一些很硬的事情 你容許他在裡面去做的事情 還有另一件事 又是Ford Fine 他為何晚上不想睡覺 你明白嗎 我知道是其中一個例子 不是每次去禁止他 是的 當他提出一些 為何小朋友不睡覺 很簡單 因為媽媽你未睡覺 就是 所以有時 原來理論和實踐 他出發點只是 他想跟你多一點時間 是的 如果我十點鐘關燈 其實他上床一定有一段時間 介意我 然後就睡覺 你早點關燈 早點搬他便早點睡覺 會有這些情況 或者你需要跟他溝通 就是媽媽晚上不睡覺 因為媽媽有些事情要做 或者媽媽喜歡那段時間 自己個人 即是跟他說 沒得說的 昨晚我才跟我小兒子說 BBN 你一會兒喝完奶 乖你睡覺 媽媽有些很急的事 要趕著做 你自己乖你睡覺 喝奶的時候 好啊好啊好啊 接著喝完奶 媽媽你做完了 你睡覺吧 這個不夠春年嗎 嗯 我也會遇到這些問題 然後他便問媽媽你做完了 你睡覺吧 其實我很明白出發點 其實他真的很想我陪他 嗯 那你陪他睡覺才做事 那我就抱著他 好媽媽抱著你 我做事 他便可以 然後他躲著我的胸口 兩分鐘就躲著了 那我就把他放下床 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決 所以有時真的要互相妥協 是的 我以前會很努力去 去修復學生對我的要求 或者是 我希望盡量去滿足他們的要求 嗯 嗯 但譬如現在這樣 我以前是可以七天都工作 但當然 如果一個人這樣扯發的話 現在說了十幾年 我很記得 他是能夠滿足到 連你生日那天 學生要求開班 你都會開班 現在沒有了 現在呢 基本上我是五六天 當時別人最有空的時間 就是我最不得空的時間 五六天我便會很困難 但是呢 星期一 我現在都有班 但是呢 一和四 我現在都會整理 但是二三 我真的無情講 二三是完全屬於我自己的日子 所以星期一晚 我就開始熟劇了 因為星期二我可以盡情睡 或者星期三 或者星期二晚 總之就是 我有兩天的時間 是完全屬於我自己的 嗯 可能有時就是 可能是疑惑同事 或者疑惑團體的邀請 學生 或者怎樣 或者我現在 例如未來生日 我就會 那兩個禮拜 都會 我不會寫 寫 這也是一個過程 你要慢慢去 去調整 其實這件事 都是在做你自己 我們之前都說過 愛自己 是啊 是啊 但是我以前是 我做自己是辛苦的 嗯 因為有很多我裏面那些 因為我剛才都說 因為我剛才都說 別人要拿吉士出來 因為你很多事要犧牲 對 說不絕對是一個要吉士的事 好 那我們今天就說做自己 我們有很多的 我們的個案 我們的分享給大家 但是呢 我也希望大家 真的可以做到你自己 因為做到你自己 這個社會 我相信是越來越好 那我們今集到這裏為止了 下個禮拜再見 下星期見 拜拜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用一個個案 那些詞 我會選擇 你 有很多人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因為我會選擇